这个户外玩的特别多 今天没事做个工具 刚才下了点雨 做工具用了这个大罐子 等会儿做一个抓螃蟹的工具 地龙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等会儿做完之后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 开始 感谢观看 足足弄了两个小时 天已经阴了啊 好 我们先回去了 今天潮已经长上来了 等明天退潮的时候呢 把这个龙下上 看看把那个鱼儿放进去 看能抓多少货啊 哈喽哈喽 你好呀 一只小男狗 非常可爱啊 刚才追上我一路了 你看看 行 不给你玩了 我先去把地龙给下上 看 今天天气好好啊 非常的棒啊 好凉爽 来到这片深海的地方 哈喽 大家好呀 已经过来了啊 这个地方我是打听了好久才过来的 驱车走了个半小时差不多吧 算是比较深的海了 这边说有大货 钓鱼的也非常多啊 下网子的倒是少点 因为里边太深了 我把这个地龙下这里 看能抓到什么货啊 开始干活儿 就这样简易的完成了 我们到时候过来看之后就行了 走走走 咱们回家 看 这不看啊 看我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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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卧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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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今天好热啊 前两天的时候 风很大 今天风稍微小点了 过来把地龙给弄出来 好几天没过来差点忘了 那个出门待个一千两千的 好 我们过去瞅瞅啊 跟我走 我还斜尸了 摄影师跟着我太不容易了 肺炎堵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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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 哇 哇 哈 行啊 看来有不一样的颜色啊 螃蟹有个螃蟹 哦 哦 货真不少啊 啊 太棒了 我去 你看我的鸡腿 吃成啥 吃成啥样的 我去 我的鱼儿被吃成这个样子了 果然啊 还行 运气不错啊 哇 这么大的海螺 这边海螺这么大嘛 哇 果然这边海参就是不一样 哇 怎么会有这种海螺呢 你看 我在上面捡的时候根本碰不到这种红 哇 哇哇哇哇哇哇 还动不动啊 哦 这么大 这个已经 不动了这个 好几天没来可能带王子里困死了吧 大缩子气 哦 运气太好 这还有一个 你看这个骨头都被啃掉了 怎么这螃蟹是多猛吧 你说 太猛了 完了 这个小螃蟹 这个小螃蟹 不好办了 怎么头上还有个海 怎么还有个海栗子呢 这个螃蟹 看来是已经 在水下很长时间这个螃蟹 还有个 皮皮虾 嗯 嗯 也不动了 看是装死了 没动了 螃蟹夹子 好可惜 哎 这还有一个 还有个皮皮虾 把皮虾掏出来 哇 收获真不少 这几个货 哎呀 这螃蟹 海螺都太大了 这块果然是宝地啊 有孩子了 好可惜 还能不能活 他这个是啥 他不要了吧 他这个已经抱子了 把他孩子留着吧 把他孩子 把这些给收回去 这个大家不要了 这个已经坏掉了 让他回归大自然 哎 我的院 留着给他了 登登登登 这个大海螺 太爆了 改天的话 我一定要多下几个地龙 把它冻上去 好 今天收获也行 不说了啊 回去 把这个海螺养起来 应该很好活 这个 敢动了把它卖掉啊 观众朋友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找我下单啊 拜拜